今天 离开老窝了 回国了 跟大哥成一起 刚收拾好东西 退房了 现在往摩顶口岸走 阿债回去拉墨 待会 我换点钱留给阿债 我就回国了 这一次没有帮阿债建好房子 我比你们谁 都更遗憾 我比你们任何人 都更希望建好这座房子 现在终于明白 一句话 谋事在人 城市在天 尽能事 自天命 终于明白老子的一句话 这句话呢 我不是很熟练 有知道的家人们 可以 打在评论区 我说 还没想到 我先来说 我来说 我不是很熟练的 我先去看看 我看一句话 我们先来说 我看 我认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面是取了一点钱给你 这个就送给 这个 我胖啊 快儿这里了 我不理 这个这里面 你先把你小孩放一下 小孩放一下 这里面是一个亿 放送银行里面取出来的 三万多块钱 这是我 除了大家 转过来的一万多块钱 然后我自己 两万块钱不到 本来我一直就准备三万块钱 帮阿在建房子 昨天花掉的那一万多 一万 我就不算了 这个是我自己的心意 这个 这个 你不用 走了 没事 我们去买点菜 买点菜 你们回去吧 然后待会把这个钱存一下到银行去 那不有个银行吗 你把这个钱存进去 我今天就回中国了 我买点肉给你们吃 这个 你要不就放包里面 要不就存银行去 也是刚拖别人从银行里面取出来的 不买了吗 人在楼部 检查不理 他看到我带一点钱得了这个 钱多了 他会抢你钱是吧 那你办个卡存银行吗 我还没有 我打电话给我兄弟 你要打电话给你兄弟啊 没事 那个 待会再说 你他没有银行卡吗 没有 没有银行卡 找小妹买鱼 我今天打草鱼 还是买肉 吃草鱼还是吃罗飞 买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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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天吃了肉 这个是什么鱼啊 做饼鱼 哈哈哈哈 不晓得你们怎么讲 没见过这鱼 哈哈哈哈 爸爸 爸爸 爸 这鱼 这个 炒鱼会不会吃这个 妈 进来的 啊 那今天你来来 不要 那去罗飞 不要有的 啊 罗飞多少钱一公斤 155 嗯 抓个5条吧 5条的 挑大的抓 ok 啊 挑大的 啊 你要回41吗 要回41啊 回41 那堆沙子你自己处理一下啊 你把那堆沙子卖给那个做房子的 然后你自己要是 回去的 你自己家有地方住 什么事 你把电话给他先打了 十万三千 他就十万了 他在说不买了 买点肉吗 前段时间给他付了一点定金 然后买了那堆沙子 那堆沙子的钱定金还不够 然后让他 卖给那个做房子的人 平一下 昨天 三千万 在公安厅花了2500万 那剩下500万给他债 前天后下来 我自己 跑了一些 然后我今天 又回中国了 我这里还生一些脑瘤病 不要不要不要 我给你 不然我也用不了了 这个是你要 都拿给你吧 我不要吗 干啥 我留20万过关就好了 都拿给你 不是 不是我怕吗 我有欺负 这个零钱给你了 不怕 我要欺负 我怕 你怕呀 你也不怕 我都不怕你怕 你怕吗 然后干嘛 你要钱多 要钱多 没有钱了 就要去赚钱 钱花了 没有关系 就要想着去赚钱 你怕 他这个拿钱 我没有干嘛 什么 我希望你 经过这些事情之后 能懂事一点 考虑 要会想点事情 要会逗点脑子 到了这个时候呢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也只能选择相信阿债 希望他经过这些事情之后 能变得懂事一点 钱是赚不完的 有些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就应该 是吧 坚强的去面对 花点钱 没关系 我这样认为 但是遗憾的就是没有帮阿债 把这个房子建好 他在他丈母娘家 一张是我算了一家 二在家四口人 他丈母娘家七口人 十一个人滚两张床 我觉得很挤 所以想帮他建个房子 现在他如果说回四十一 四十一的话 他家房子还是富裕一点 建房子呢 我感觉也暂时没有必要 能住就先住着 我给他这个一亿人 我是希望他拿来 做点自己做的事情 去创业 好了我听到了 我谢谢你 完美了神经这楼 我 我给你这个钱 你要是 不要不干嘛的 你就把它存银行 存你自己的卡里面 不要存你兄弟的卡里面 好吧 我给你这个钱 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你不要告诉谁 谁都不要告诉 谁问你你都说没有给 然后如果说你自己要要干嘛 要盖房子也好 要养牛养羊也好 你就拿这个钱去用 好吗 没办法 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谋事在人 城市在天 我很有心做好这件事情 还有这个小朋友 等他好一点呢 带他去医院看一下啊 然后你 别的也不要想太多了 经历这些事情之后 总吃点就好了 你不要不要把自己整抑郁了 如果你想来中国 你就去办护照 到中国来 我到云南来接你 来老窝我应该是不会再来了 我应该不会再来老窝了 行吧 如果等我就来中国 办护照来中国 行吧 那就回去吧 这个钱存银行也行 带回去也行 你们自己看着办 注意安全 你带回去 那走吧 路上慢一点 没事 啊 你说我如是重负吧 我心里也有很多不甘 那是阿债将近一年 阿债是一个很不错的兄弟 他对我很好 他不像别的老窝人那么贪男 但是正是因为他这样子 所以他也容易吃亏 他太老实太本分了 也太单纯了 很傻啊 很多事情他想不到 他不会去想 所以我也真的是替他操碎了心 这次来老窝呢 帮大哥成相亲也没有想好 帮阿债建房子也没有建好 真的是辜负了里面的一片心意 然后最后呢 还被帽子给摁进去了 所幸的是花点钱 我能平平安安的出来了 就好了 嗯 也算是破财免灾 然后呢 还是那样子 阿债一开始说 盖房子要准备三万块钱 这三万块钱 我是早早的就准备好了 呃 感谢你们 对阿债的支持 也帮助 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嗯 昨天报的那些名单里面 如果有遗漏的 非常抱歉 我也是全心全意 想帮阿债做好这些事情 我相信你们也是 然后 最终这些事情也没有做好 我比你们还遗憾 我比你们还不甘心 但是有的时候事情就这样子 生活中 不可能一帆风顺 偶尔经历一点坎坷 经历一点挫折 没什么大不了 大不了 没有什么大不了 真的 好了 就说这么多吧 我们就出关回中国了 亲爱的兄弟们 我们国内见吧 再见了老窝 再见了 今天我要离开 熟悉的地方和你 要分离 要分离 我眼泪就掉下去 我会乐 记住你的脸 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 这些日子在我心中 永远都不会抹去 我不能答应你 我不能答应你 我是否回败 回败 不会走 我不能不能走 不没不能走 下去 不没不能走 我眼泪就掉下去 我眼泪就掉下去 我会乐 记住你的脸 我会珍惜你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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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没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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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